108这个坐标距离计算 OK那坐标距离计算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主要用到一个叫欧式距离的一个公式 那还好这一题的话它是有这个公式有提供给我们 不像说前面那个计算周长跟面积它没有提供 那还好这边是有提到 那另外还有呢两个坐标的距离输出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也就是小数点第四位啦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按照它题目要求作答结果就OK了 所以呢这地方的话当然基本上的这个逻辑 这个题目的那个逻辑基本一样 首先的话一样是input 只是input的部分的话它会有四个数字 所以四个数字的话基本上 x1 y1 x2 y2 那当然我们这边会需要有四个变数 OK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需要什么呢 开一个根号 然后把这个计算结果就是x1减掉y1减掉x2的这个刮斧平方 加上后面 当然呢其实如果说我们很顺的要希望把那个这个结果给做出来该怎么做 然后再来的话它提供一个输入跟一个输出结果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假如说以这一题我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呢我今天希望 来run一下这个这个结果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run出来的结果呢 它可以跟这个题目一样 那我该怎么做 我把这稍微拉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把它先执行一下 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按照它题目要的 就把那个2 enter 先应该是丢给x1吧 然后再y1 然后再5.5 它的位置 等于是x2的坐标 然后8 然后y2的坐标 然后就把这些资料 带进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先输出什么 输出第一个点的位置 再输出第二个点的位置 然后把它的距离算出来 OK Enter 得到的结果就长得像这样 那只是这里的话呢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我前面一直强调就是说 这个考试喔 它对于那个空白 其实还蛮敏感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 假如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个空白 哪怕你这里面做到的结果都正确 但是因为输出的结果 缺少空白 那当然最后结果也会是错误的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第二个的话呢 要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这个当然前面做蛮多的啊 照做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原则上是要输入四个变数 那因为可能有整数或小数位数 所以呢我们转换一样用EVO啦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文件 其实是新的模组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底下呢 做这个四个input资料 包含就是x1 y1 第1个点 21 第2个点的话呢 就是x2 y2 就输入 反正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就是 后面加上一个 先input 然后呢 evo 放在前面刮斧 就ok了 好那输入完之后啊 第一个我们就输入 再来到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距离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有提供给我们一些相关的那个题目啦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它那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带进来 然后呢得到一个结果 将来把它做输出 输出的话就是什么 它这边还有一个输出啊 distance 然后控格 等于 控格 然后呢 把得到的那个结果 在这边做输出 就ok了 那上面这两行 实际上就是把上面这 这四个输入呢 把它再输出啦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注意来看一下 所以第1个的话 当然 我们就 输出这两个比较简单 输出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输入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print了啦 那print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直接怎么 把这个应该21 21就是x1跟y1 所以其实直接怎么 把那个 x1 y1 直接把它做 做print 不过特别注意喔 因为输出这个x1跟y1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你print的话 当然它这边有前刮弧 后刮弧 所以其实这样怎么输出会 比较ok啦 当然方法很多啦 如果用我们之前那个 BMR 那个 那种输出方式 好像 似乎 问题 我们做一次 比如我今天用formate好了 假设啦 我们用formate formate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 一个前刮弧 然后空一格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假设将来提本就知道 然后一个 空格 这边一定有空格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个变数 然后空一格 再逗点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的话 一样这边一样有空格 所以空格 然后大刮弧 然后再一个空格 OK 然后后面的话加上一个什么 后刮弧 好 那也就说啦 因为其中formate我觉得好处是 它可以让什么 让资料跟格式是分开的 只是说你必须要先把 这个格式放在 一个字串里面 这个格式里面如果不确定的 一些资料呢 那你就用 所谓的大刮弧 如果需要 小数点或者是其他格式 你就在大刮弧里面做变化就可以 那后面的话呢 就有两个大刮弧 所以 点 format 然后刮弧 那刮弧里面的话呢 当然就是放什么 放x1跟 y1就可以了 所以把第1个放x1 第2个放y1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摆下 输出结果应该就讲这样子 那另外 第2个部分其实也一样 所以Ctrl C 然后Ctrl V 因为 底下这个格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直接把什么 把这行复制贴过来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 x2 y2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个 数字就可以了 OK 那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知心 然后 2Enter 2Enter 1Enter 5.5Enter 8Enter 输出 看一下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 基本上就长得跟这边是一模一样 如果是一模一样 恭喜你 这样应该就OK了 但是如果说你不用format的话 如果你这边不用format 那变成说你 这个就要用串接的 串接的部分的话 我云端上是用串接的 那串接当然就比较麻烦 就是说什么 你这个大瓜糊 就变成你要改成什么 改成双 用双引号 然后里面的话 把它加加串接 串什么呢 串X1 那X1的话呢 你不能直接 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变成说你要把它转型 String OK 把它转成文字 然后另外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大瓜糊 假设我们如果不用 那就是双引号 ++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放Y1 然后呢要先转型 再串接 看起来好像 结果 其实做出来结果应该都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如果比较下来的话 到底哪个比较简单呢 像我自己个人 是觉得说用Format好像似乎 它就可以达到 就是你的那个 文字部分归文字 然后呢 变数部分归变数 有时候我蛮喜欢的啦 我讲过因为这个考试 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所以你只要符合它的 需求 其实都对啦 OK 所以第一个你请各位就是 把这个格式部分输出 上面下面这两个OK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什么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算出它的Distance 它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部分的话呢 当然 还好它这个其实有一个 就是欧式距离的一个公式 那公式部分的话呢 当然 它提供在这里啦 就是欧式距离的公式 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欧式距离的公式把它带进来 然后算出一个 假设我这边多一个变数D好了 D等于什么呢 它欧式距离的公式基本上就是 它等于 什么呢 开根号 然后呢里面的话就是 x1-x2的平方 加上y1-y2的平方 OK 那我们如果把它带进来的话 第一个 如何开根号 那我讲过 开根号你必须第一个 Import这个Math 那利用Math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SQRT SQRT OK 那这个就是开根号 刮弧 那里面的话呢 就按照题目的 要求 它是什么 它要把那个 这个 x1 减掉 x2 就是 x部分 减完之后的平方 所以记得先减 刮弧一下 先把它减完之后 的平方 那平方前面讲过嘛 乘乘2 乘乘2就可以了 OK 当然如果你不用乘乘2 你可以用Math里面有个点炮 OK 我刚有用过 我发现 好像乘乘2 会 比较简单 OK 因为方法很多啦 我是建议你就挑一个比较简单好记得 也不容易出错 加上什么呢 一样啦 就是把x 改成y啦 所以其实 你把这个 公式带过来这边 把这个 x改成 复制过来改成y 基本上的话 那我们就把 这个欧式距离算出来了 就算出来结果就放在D 但是呢 我需要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呢 再加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他题目里面要求的格式是长什么 他是希望说 有个distance 然后 空格等于空格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输出 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所以 这个地方因为会牵涉到有关 文字就是distance 然后这个东西 大刮壶 OK 那里面需要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所以 点 4 f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点 我们就把什么 因为这边有个大刮壶 所以我们就点什么 点format 然后刮壶 再把那个d 这个变数 把它带进来 他就帮我把它放到这个大刮壶里面 那得到 就是最后的结果 看一下 如果呢 最后的结果 当然最后验证 主要当然 你可以 利用那个提本给我们的 那输出结果如果长得 跟这边看到的 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 这一题 应该 89不理10 OK 执行一下 看一下 第1个的话呢 我们就输了什么 2 Enter 1 Enter 5.5 Enter 然后再8 再Enter 那如果输出结果长这样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是正确的 我可以看一下 那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刮壶 空格 所以你可以再选一下 这边有空格 有 空格 空格 然后这边空格 只能一个空格 你不要聊 这个后面不要有空格 那这边也是一样 OK 然后最后的话 Distance 空格 等于 空格 取到 小数点的 第4位 OK 看起来应该都没问题 那就表示应该 这一题 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就要把它存档一下 存A108 OK 画面 还给各位